对,L1确实是相当火 这不仅是对H1B没有抽中的称情来说 是一个思路 那其实很多投资移民的客户 他们现在因为投资移民时间很长 所以现在也转向做L1 那我下面说一下L1的它一个具体的条件是什么 那L1它首先要有一个关联的结构 够两个公司之间 比如说在中国你有家中国母公司 需要在美国开一家分公司 然后呢这个分公司呢 必须51%以上的部分 是由这个中国母公司所控制的 所拥有的 这样一个构架首先要全力才行 第二呢就是这个申请人 被派驻到美国来的申请人 它的position必须是一个经理级的position 然后他这个人必须要在母公司工作过 过去三年里边工作过一年以上 要有payroll的这样子 工资单这样子的记录 这样子而且呢 中国的母公司呢 也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 不是说你要超级大的公司 但你至少有一定的雇员 有财务报表 有办公场所等等 那么然后呢 你在美国呢需要办一个分公司 这个分公司呢 我们可以在零雇员的情况下 通过一个商业计划书 让美国移民局了解 你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分公司 你的这个potential 你的这个预测 关于人工 关于你的盈利方面的预测 究竟是什么这样的 给移民局去阐述 这样子一个问题 那么就可以在零雇员的情况下 都可以办成L1 但是L1之后呢 是要做序言的 这个序言的时候呢 renew的时候呢 就需要雇人了 这么基本上来说呢 就符合这些条件 那同时 比如说我办了L1 我有没有方法 通过L1再拿到绿卡呢 当然可以 L1拿绿卡 是非常走接近的一条路 一年以上 这个L1不是中国公司 成为一下分公司 然后运行吗 你也雇人了 你也经营了 那么一年以上 这个公司经营状况 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公司 也有一定的雇人 那么一年以后 这个公司就可以为L1 这个人员 做EB1C 他叫EB1C 跨公司经理主管的 一个移民申请 对 而且我补充一点 这个移民申请 是十年 就如果一旦申请成功 它是一个十年的 永久绿卡 拿到 而不是像投资移民 先拿一个临时绿卡 然后又得折腾 这个永久绿卡 他不是的 他一次性就拿 基本上 像临时绿卡 碰到这样的情况 是两类案件 一类是家属移民 就是亲属移民 因为 比如说结婚绿卡 结婚绿卡人员 他先 一般来说 是先拿到一张 临时绿卡 那么 另外一种 category呢 就是投资移民 投资移民呢 先拿 这个 526批准以后呢 就先拿这个 临时绿卡 那么这两类人员 临时绿卡拿到了以后呢 其实 他这个绿卡的 benefit 这其他方面 是和正式绿卡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呢 你在一定的时候 就必须要去申请 这个正式绿卡 那么正式绿卡 拿到手 那你这个 这个status 你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身份 就完全就是搞定了 申请正式绿卡的时候 比如说 签书移民 你要 叫就是 你这段期间 你是跟配偶 是真实的 生活在一起的 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 所有的材料 都要往上交 那最后 经过移民局的审核 然后拿到正式绿卡 那么投资移民呢 你要 你要就是 向移民局申请 就是这个 比如说 我们是走 EB5 区域中心的 那么区域中心的 这些情况是良好的 然后也有雇员 对吧 然后也维持了 这么多年 这个做这个项目 一切正常 那么移民局 当然会把你的 临时绿卡 转成正式绿卡 我呢 是大华府地区 小辉国际律事务所的 合伙人律师 于小辉 在07年的时候 成为了自己的 律事务所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律事务所呢 主要从事一些 非常concentrate的一些area 比如说移民 公司 商标 和意外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